Hello 各位好 今天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分享 因為呢 昨晚我們做了一個Live 關於球拍 有些朋友說 我的球拍 好了 我的很厲害的球拍 很多力 然後你教我們打西 好了 然後變成 為什麼我要 控制我的拋物線 還有哪種不同的拋物線 怎樣用呢 好了 最簡單就是做一次給大家看 這個例子 就是 在單打上面 給大家看一些例子 最容易說的就是戰術 因為最後你做了這麼多 你的技術是配合你的戰術 讓你去做到你要做的事情 因為 你要明白 戰術和技術是朋友 技術是托 幫助戰術行動 你技術越好 戰術越多 做得更多的事情 你越做得更多的事情 你越做得更多的事情 你是全面一點 今天有少許分享 簡單來說 因為整件事都挺複雜的 我們做導師 最重要是用簡單的language 解釋一些很複雜的事情 今天呢 當然是一個guideline 簡單 basic的解釋 解釋 當然 再組裝上去 是繼續多的 我一定要做個live給大家 因為我怕我忘記 因為昨晚很多朋友問我 我一定要和大家分享 好了 單打呢 記住大家 我們有個球場 雖然我的球場不是畫得最漂亮 但還是有個球場 那麼 你要第一件事知道 就是中間線在這裡 這是單打的sideline 先說一次 這兩條線 這兩條線 這兩條 中間 大概 我們會有個bisector線 OK 這裡也是有條bisector線 即是這兩條線的中間 這兩條線的中間 我現在有兩條隱形線 好嗎 這兩條線的中間 就是 那個cord的中間 我們叫做middle of the court 記住 千萬不要打你對手的middle of the court 即是盡量避了這個位 因為 為什麼呢 如果你打別人的中間這個region 他們可以有很多angle 去打你 反過來說 就是你想去打你的middle of the court OK 如果別人不停打你的middle of the court 很棒啊 很喜歡 為什麼呢 你就可以 瞄準這兩個角打了 你可以看這些電視 例如 Agassi最有名的 是Controlling the center 就是他在說這件事 OK 當你知道了這個blueprint 之後 你可以再熟了之後 變成一個很advanced的 因為次序 和大家分享 我想這個encore 才能夠展示 不過這個是blueprint 底線對底線 最多的 一個底線對底線 你想往前 人家想往前 人家想往前 發球receive 之後再說 不過給大家一些sharing 因為在最後 我只是想表達一個message 就是你要打到不同的球 幫助你單打 雙打都有的 對 不過 你這兩個deep corner 我們叫做 long and deep corner 好嗎 long and deep corner 當人家打你這個球場的中間 你隨便咪去這個 corner 就可以了 這個 corner 這個球會這樣出的 OK 那麼你看到 你的對手 是不停 如果他不停 打這個位置 而你呢 是 打去兩邊這個deep corner 他是走得多過你的 而我呢 當我打得最好的時候 我是逼對手 經常打給我們 當然我對手都想我 做到same給他 但他邊我可以打得闊一點 好了 那當然記住 另一件事就是 我們要明白 打得網球越厲害的朋友 就知道 人是不完美的 沒有人是完美 Nobody is perfect OK 那變了你知道 你也會有時候錯的 所以變了 有時候你想打這個 但是又不小心打得到中間 所以你要練ball control direction control OK 所以那些厲害的教練 會常常會放target 在那個court 令到你去打target 我是經常要學生打target 不只是target 是要lan到target 那裡 因為落點很重要 那我們現在這兩個court short 叫做long and deep OK 我是把複雜的東西 簡化給大家 OK 我以前的朋友呢 他叫做philip king 非常厲害的打這兩個court OK 他是在香港一段時間 他非常厲害的打這兩個court OK 他不fancy 他覺得最厲害的players 不是最fancy 是最consistent 和最不停去 no miss no miss no miss 如果你想做一個厲害的player 你不是要fancy 你是要長期 solid and steady 不要做些silly choice 那你對方有多機會做silly choice 反過來說 他就會輸給你 他可能會贏一兩分 Drop shot 有fancy 所以你看到很多 長期贏的球員 會長期贏的 有些fancy 腳底打的 背脊打的 我平常說 但你看到電視上 長期贏的 都是很consistent 做整間我會繼續說的 New blueprint OK OK 球場中間 要重複 因為我要make sure 大家明白 收到 你收不到是我的錯 OK 球場中間 人家不停打你 球場中間 你就會咪他的角 可以咪他的角 兩次 三次 因為你會變成wrong foot 因為他打完之後 他其實會回來recover OK 你不一定要alternate 你不一定的 因為其實呢 短距離回去 有時候更慘 更累的 因為他正在飛過來 他有充力去跑 其實很舒服 你要他突然加速度 有時候更慘 當然你的ball control 要有 還有記住 千萬不要 瞄這個 corner 當你在中間 不要瞄這個 corner 可能你打得出去 人家在這裡landing 但你不要強硬去瞄這個位 因為其實這個位置很窄 OK 那什麼時候A 當你猜猜一下 對手 打不打在這裡 他出了球在side line 出了這個位置 我們叫做outside the court 好嗎 簡單來說 在球場outside 那麼球在這個位置 千萬不要打直線 我再重複 千萬不要打直線 OK 這個是blueprint guide line 9-5-9 你再一次 好 你贏了 4-1-5-0 好 不過 最多的時間 儘量高回斜線 我就有個例子 就是這個 corner 這樣 這個位置大約可以 這裡 都可以 它不一定是pin point 這個位置 這個球在side line 跳出去就可以了 如此類推 這邊也是一樣的 我們叫做short and wide 我是打wide的 因為我spin 我是打wide 我是要對手wide 我要去outside the court 你有兩個風格 long and deep 和short and wide 這兩個風格 你要掌握到 如果你想打得厲害 然後你就會說 嗯 那是不是short and wide 那球就要short 那就是 我不是推過去 你不是推過去 你是抽過去的 那我怎樣可以 又short 又抽過去呢 用spin 是吧 但是這個 長一點的球 是不是 又要 那你就不要spin 那麼多 你spin少一點 是吧 所以昨晚我們說 拍攝有power 但是players 的swing 是給他控制 那你就可以控制到 一些不同的power 線 是吧 所以現在你明白到 什麼時候 打什麼球 令到你可以 high chance 可以贏分 和少一點 risks 如果你在外面 你打直肆 你其實是很低的 這個位置 你可以撞我 當你中到 反正你是winner 那你是贏了一分 OK 你贏了一分 中了 他完全跌不到 一分 那你可不可以guarantee 他跌不到 不一定的 整天都 如果你可以 Great Go for it OK 但是你都可以會失去 這裡 人是不完美的 你都會失去 或者你打中了 不過歪了一點 去中間 然後你在這裡打 他就要你跑 是不是 那也不是一件好事 而且你可以落網 OK 那你機會去贏一分 其實是少的 unless你蹤下去 OK 所以這個位置 你回到斜線 逼他打一個sillychoice 然後你就會打一對跑 這個認識我的朋友 會知道我經常都這樣做 OK 有一次 我跟大家分享 名字我不說 小心 是一位教練 他還有一位很厲害的 在香港數一數二的教練 鬼鬼 我那時候受傷了 但我照打 因為那時候想試一下 動一下 動一下 這樣 那我知道我做不到 我就 斜線 我馬上斜線 咦? 那是馬上斜線 非常好 謝謝你 他就這樣 我就這樣 他就這樣 就這樣 變成做了一個 他跑這裡 我就在這裡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直線回來 是回到這個位置 我跑的位置是小了 OK 他不停地跑 所以 辛苦就是他 他 結果是 輸了 那 因為這些 知識 可以叫做 角度 以及 risk 就會令到我 碰到上風 即使我受傷 你也可以打 但如果 你懂得用腦袋去打 打 打網球會有很多 你什麼 都要扁擔冷 從現在開始 大家看到這些人扁擔冷 你不是很印象 為什麼 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 他在什麼情況 如果是跪球 或是猜球 他不停地跑 其實就不會印象 你了 你看一下 他的 狀態 以及他的 運行 能不能做 這些才會印象 你 OK 不是因為 大力就能印象 你 你要清楚 你在什麼位置 打什麼球 還有幾多機會 十下 你會有幾多機會 那就會令到我 或者不令到我 還有 有些位置 你知道 他一兩下 其實不令到我 我鼓掌 我叫他 你再做一次 Try 其實 十下 是不會多過五下 那你就贏了 其實你給他 他贏 其實會引他 再做一次 其實是一個 錯的印象 有些人 在這裡打他 都會贏的 因為十下 你不多過三下 我不擔心 OK 所以 你說 Henry 你叫我們不要打直線 那什麼時候打直線 好了 你看到我畫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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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拍 不是你的人 你的拍 是在這個region 你就可以選擇 直線change change 去直線 你會發覺 你這樣轉 是安全一點的 不是perfect 一定可以 是安全一點的 我大部份 都會鼓勵 我們的朋友 你打直線之前 你一定可以見到 所以 STM 有visualization 很重要的 第四個階段 你visualize 我visualize 他一定的defense 我打下去 我才會打 unless 這個東西 我會放進去 然後我拿回 recovery 那大家 就 直線 在這裡轉 轉 還有 記住 當你轉直線 那時候 盡量在網 的level 上面 打 還有盡量 看能不能on the rise 如果你可以 因為會幫到你 整件事會成功 好 那 畫得花了 大家 都可以 好 那 先給大家 我 要講一講 這兩條線 中間 都有一條bisector 線 如果你在這條線前面打 打直線 然後上網 在這條線後面打 打完 打斜線 retreat OK 這樣就要補充 那 遲點我會再講 上網 或者別人的上網 你怎麼打的 那 我們 再recap 多一點 好 重複一次 讓大家明白 OK 好了 兩條bisector 線 這裡是middle of the court 別人打你middle of the court 你要打他 兩個long and deep corner 兩個long and deep corner OK V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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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Until他打 外面的這條線 你就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region 這個square 但不direction change 你可以direction change 但你不一定要direction change 因為記住 你一個direction change 其實是危險的 但如果你能visualize 他會defence go 以及你在高個網打 打 打 try 也要考慮一下 你的condition 和分數 好了 如果你的opponent 打的球 是outside 這裡 又outside 這裡 出了這裡 在outside region 你要記住 盡量摸去外面 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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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 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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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wide 不要在這裡 打down the line 或者這個 因為如果你入了這裡 他就是direction change 你 對嗎 所以你不一定大力 就對了 你要篩 它出去 然後你回去 你的recovery 好 要少少說 最後一個point 就是recovery 如果你的球在這邊 是底線的 你的recovery的位 其實是在center mark 的這邊 即是你是diagonal 的 如果你的球在這邊 你的位置是diagonal 在這邊 即是說 你在這邊打得當 在這邊叫juice side 我決定去打 cross court 我決定去打 我現在去打了 我都知道 我的recovery 是回到這個位 盡快回 這就是最短距離 對不對 當你決定去打直線 你自然一定要回到這邊 因為球位是斜線 除非你上網 你不會在這裡上網 因為危險 所以記住大家 如果你想跑少些 或者你累 或者受傷 你想照打 你看 你看 Federa 昨晚那場球 他受傷 他有幾個choice 是做錯了 你看 或者有很多 arm choice 但他打直線的時候 是要 recover 更多的位 如果各位朋友 是累 你想繼續打 你可以打的 不要打太快 還有你的short decision 要打得對 重複 你在這邊打直線 你的recovery位 在這裡 各位 你是跑多一點 因為你要斜線站 所以變成 當你累 當你不舒服 當你不舒服 打斜線 Beyond Board 說了句話 I most of the time I go cross court sometimes I go down the line 已經很久之前 已經有一個strategy 說了 cross court 是一個很 good的strategy 給你的對手 記住 給你的對手 多些chance 去make silly decision 最辛苦的是什麼 最難忍的 就是什麼 這裏就是patient 耐性 我測試你的耐性 我不是跟你打力 好 當然 今天的live 是想展示給大家看 不同的拋物線 你要懂 如果你懂這些spin 你就可以控制到拋物線 你要spin的話 你拍攝要按一下 質地 這個live 是講小單打的戰術 以及支援昨晚的live 就是拍攝球拍 可以幫助你做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這個情況就是 底線對底線 是你打單打最 common的情況 希望今天的live 是分享到一些 valuable information 我知道一定有valuable information 大家留意到 當你打完之後 你recover 或者有些子女在打 看看他們的recovering position 在哪裡 肯定有時有些失敗 還有千萬不要打那麼快 打直線 不一定要快 有時打慢 高 loop 都可以的 總之 小心 不要亂來 好 跟著一個strategy 當你熟了這個strategy 你可以再變去advance 然後可以找我 我再幫你 變去advance 多謝大家的收看 多謝你的時間 請你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子女 波友 讓他們都可以吸收到 好的單打strategy 其實這個也很足夠的 然後呢 我們有很多更多的 網上教學過程 在Description那裏 請大家click click去看看 有很多東西 都可以share給大家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多些 有用的tips Thank you各位 收睇 希望你可以用快拍 用得好些 custom跑去找我 我們幫你製造一些weapon ok 然後幫你 令到你的對手到處跑 經常都是外面 你是經常在裡面 ok 大家加油 and happy new year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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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